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 就把为人民谋幸福 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 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 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 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 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 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 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不断提高尊重与保障 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的水平 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巨大成就 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做出了重大贡献 做出了重大贡献 成为世界分数多的 我发展 想发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